你真的很久沒有看到 是呀,對呀 最近都很久沒有看到 因為我結婚了 所以我就 可能在戲劇方面 就比較減少一些 那我現在 主要的工作 其實就是我在內地的活動 然後 代言廣告 就是很多 這方面的邀約比較忙 那戲劇我根本 我是還在 要在等候一些比較 我想演的角色 所以才沒有作品出來 每次每個一段時間大家就 每次像他要說 完全沒變的陳佛榮 真的嗎?謝謝謝謝 好高興 其實每一段時間大家就會說 完全沒有什麼變化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心情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心情還有就是 保養部分 但心情也是首要的 我覺得 那 當然保養也不是不重要 我覺得那個外 皮膚裡面的外觀狀況 還是要靠一些 像阿畢薩啊 什麼保濕面膜啊 或者是一些保養品 維持 可是我覺得心情跟飲食啊 這些都 或不可缺 還有就是不要太常熬夜 對 盡量啦 那我們的工作是比較有點奢侈 但是盡量 對 所以足八個鐘頭 嗯 其實自己 差不多二十年出過美容書 所以這就是 自己保養美容的 就是這麼美麗的秘訣嗎 對 這呃 我也沒有請教過誰 就是 反正就是說我覺得 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心情 我比較在意的是心情到 保養到是第二個步驟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心情好 然後很多事情 看得比較樂觀 我覺得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 嗯 常常放輕鬆啊 然後常常 你工作完了你就要去旅行 就是不要一直忙著賺錢 或者忙著幹什麼 就是要分配好自己的生活 要平均 就跟吃東西要均衡 我覺得 這是一個 規律吧 就吃飯 吃飯跟這個 生活的一些東西要均衡 比如說你忙的時候你就好好的努力 那你休息的時候麻煩你請你好好休息 就是腦袋就不要去run 你的工作或run什麼東西 要玩就是去玩 我是可以做到啦 我是可以做到 可以完全在放鬆的時候 我還不想工作 不想 對我可以做到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可能要練習 要練習喔 就是你 因為你要控制自己的腦袋 是要練習的 對 對 我跟大家分享啦 就是我覺得 人生還是要放輕鬆開心 然後就還有就是 還有食物啦 就是我在吃東西上面 比較不會喜歡去吃零食 然後炸的食物比較不太會吃 其實炸的食物吃多了 真的很難不長痘痘 真的很難 就是就算 你本身的這個 底子再好還是會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忌口 那也不瞞大家說啦 就是我很久很久很久 可能才會偷偷去吃一個什麼炸雞腿 很久 但是呢 我說沒有是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很久很久很久 可是你只要不要經常的 就是比如說 有些人他喜歡的東西就會上 有沒有去常想念他 那可能就會不妙 那辣的食物呢 我的朋友說他沒有辣 他就覺得這個飯菜沒有感覺 對 就像這種情況就完了 就不要上椅子 就不要上椅子